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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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关于神王宙斯的诞生 我们来看看在希腊神话的故事里面 宙斯跟他有关的故事是怎样的 好 在这一段会讲到关于宙斯的诞生 也就是宇宙的形成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希腊人的宇宙观 生活观 好我们看 他们说没有宇宙之时 有一位叫卡俄斯的神 和他的妻子统治一切 之后他们的儿子 俄瑞布斯 是其推翻父亲自立为王 他娶了母亲为妻 生下了光明和白昼 那么这两个儿子后来长大 也推翻了俄瑞布斯 自己统治 结果这样卡俄斯王朝 就彻底解体了 后来大地之母该亚 生出了天神乌茨洛斯 而乌茨洛斯又与他的母亲 生出了第一代神族 为了怕他们长大 争夺王位 乌茨洛斯就把他们 全部抛入地下 后来其中之一 克罗洛斯还是推翻了 父亲乌茨洛斯 自立为王 那么这个克罗洛斯 就是宙斯的父亲 宙斯的父亲 然后我们看 克罗洛斯后来就娶了妹妹 瑞亚为妻 并且生下了数名子女 但是因为乌茨洛斯死前预言 克罗洛斯死后 必定同样会被他的儿子杀掉 而取得王位 所以我们看这里 相当于是 克罗洛斯他的父亲 曾经给他下了一个毒咒 结果克罗洛斯就一旦有婴儿出生 他就将他们全部吞入腹内 后来瑞亚就很痛恨丈夫 他反对丈夫这样做 在失去了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以后 瑞亚不忍心咒识被吞 于是拿了一块石头 假装成儿子 给克罗洛斯吞入府中 结果真正的婴孩 则在克里特岛产下 然后宙斯成人以后 给克罗洛斯喝了一种被下药的饮料 这样就使得克罗洛斯 将他曾经私下的其他儿女 全部都吐了出来 然后宙斯就向父亲挑战 最后在独眼巨人的帮助下 就夺取了众神之王的位置 好 那么这样就是宙斯的诞生 最后宙斯成了宇宙之王 但是在我们希腊神话当中 我们会看到或听到 很多关于宙斯的放荡生活 然后他在人间和神界 都有非常多的情人和妻子 所以他先后有了七位妻子 并且在人间还有很多女子 都是他的外遇 然后他的妻子赫拉 还与他有姐弟 移植等血缘关系 如果至于现代的伦理之下 就是典型的乱伦和放纵 然后这里我找到一个图表 特别特别有意思 大家看一下 就是宙斯的七位妻子和主要外遇 他和他们的关系 我们看在这里 我们看宙斯的 这是他的七位妻子 从第一位到七位 我们熟悉知道的天后赫拉 其实是宙斯的第七位妻子 他前面其实在神界还有很多的妻子 然后这里我们看到是他们所生的儿女 所生的儿女 然后这个最下面一排呢 都是人间的美女公主等等 然后这些人呢 都曾经成为了宙斯的 在人间的就是外遇情人 好 然后这是他们所生的孩子 这是他们生下的孩子 好 在这个表格里 大家就会看到 最有意思的是 宙斯的几位妻子和宙斯的关系 大家看一下 全部是亲戚关系 唐表姐 孤姨姨妈等等 二姐呀等等 好 包括赫拉 赫拉其实就是宙斯的姐姐 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 从宙斯的诞生的 这样一个神话故事里 我们看到了一个最典型的现象是什么 就是乱伦 就是刚才我们在前面讲 神话故事当中所讲到的 放纵于乱伦的故事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是神界 或者说在神话里 在神话的传说里 那么希腊人是如此的放纵和自由的生活 那么在希腊的现实社会 是不是这样的呢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 神王宙斯的诞生 宙斯的放荡行为 不仅反映神权的至高无上 而且也反映了当时希腊社会 一种特殊的男女婚配制度 和广泛存在的男女性爱自由 好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希腊人当时真的有这么 这么的我们说是烂情也好 重情也好和乱伦等也好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土壤 好 这里呢 就提到 因为当时的古希腊人呢 是一个城邦制 古希腊人 他不是君主专制 他是城邦制 好 那么所谓城邦制呢 也就是当他们国泰民安 希腊人啊 当他们没有打仗的时候 他们就各自就是一个小城邦 就是自己自我管理 然后每一个公民呢 都是可以去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打仗的时候 那么这些公民呢 就要参加战争 好 大家看一下那个时候的战争是怎么回事 因为那时候希腊比较富裕 所以说当参加战争的时候呢 当有战争发生的时候 那么这些城邦就会集合起来 那么就形成了这个整个的希腊 他们就一致对外 好 但是那个时候的战争是怎么样打仗 大家看一下 他们可以像现在这样 有枪有炮 远距离的打仗吗 他们不可能 他们全部是肉搏 对不对 他们是赤身裸体的是肉搏的 他们要靠自己身体的强健 他们非常近距离的 这样的一个打仗的方式 好 所以说在希腊人呢 就产生了一个观念就是 在战场上能取得胜利的就是英雄 好 从生存的角度来说 我们确实需要是这样 对吧 好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打赢战争 一定是非常强壮 有强健体魄的人 才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 他才可以在战场上英勇杀敌 成为英雄 对吧 所以这样呢 希腊人就会对健壮的体魄 非常的崇拜 就有强健身体的这样体魄的那种 特别因为当时打仗的都是男人 所以他们对男性的健壮体魄是极为极为崇拜的 那么这样呢 就产生了他们当时在希腊社会 他们甚至会 崇拜到什么程度呢 比方说有的有老夫少妻的 他们甚至会允许他要带一个年轻男子回家 这样以便他们以后生下的孩子是更加的健康 好 如果说有的丈夫 如果说丈夫和妻子这样的 他们的这个夫妻如果说丈夫对某一个他的朋友的那个男子 如果他觉得非常的钦佩 包括他身形啊 然后包括他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呀 智力呀等等 他都非常佩服的话 他甚至是可以把妻子借给 借给这个男子的 然后在希腊当时还有一个规定是 规定就是 所有出生的婴儿 小婴儿 刚刚出生的婴儿 只要有身体缺陷全部要被处死 为什么 其实真的是当时的生存的需求 他们需要健康的活着 他们才能够强胜这个国家 所以这其实看上去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事情 所以这样呢 在希腊的社会 我们所以在这里会看到 神王宙斯他的放荡 以及他们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 很特殊的男女婚配制度 也就是他不是以我们所现在所说的 这种夫妻专一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去维持这样一个社会 那么对他来说 因为出以生存的需求 所以他们需要的是 人的健壮的体魄 用了各种方法来改善 人的这样一个健壮体魄的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这样呢 他们对于包括在男女性爱 等等这一方面呢 就没有受到我们现在当代人 有这么这么多的限制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 他其实是生活所迫 因为为了生存 活下来才是第一位的 为了活着 所以这里呢 我们说特有的社会风气 使他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观念 那就是最健壮的男女 被视为无上的荣耀 这就是在当时希腊社会的人们 所以他们会以一个最纯真的姿态 去看待健康健壮的身体 所以对于健壮身体的崇拜 他们是由于生存的需求而油然 而生的 这样的一种对身体的看法 对身体的看法 好 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们说希腊人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欣赏 或者说是以非常纯真的角度 去看待裸体 比方我们看这一句话 他说希腊人学会了 纯真的看待裸体 不论是在希腊人以前或以后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民族 是这样看待裸体的 因为他们是真的欣赏身体健康的体魄的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会知道 结果希腊人呢 因为这样就发明了什么 最早的我们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图形 是不是从古希腊开始的 那么所以不打仗的时候呢 他们就开始训练自己的体魄 然后通过用运动会的这种方式 然后大家通过运动竞技的方式 去鼓励大家在运动的这样一个场所里 可以去锻炼到自己的体魄 所以对于运动健将呢 他们也非常非常的佩服 比方说我们前面会看到的作品 直铁饼者 直铁饼者 它其实就是在运动场上 然后他们发明了一个直铁饼的这样一个运动竞技的方式 然后呢 使人们在锻炼他的这个身体的这样一个一个力量的爆发 我们看铁饼值得远 那么你在战场上你去扔石头是不是扔得很远呢 然后你能打中敌人的几率是不是也比较高 对不对 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呢 去锻炼自己的体魄 那么凡是在运动场上能够得冠的人 那么都可以为他塑像 而且刚才我们提到的直铁饼者的那个内尊塑像 雕刻那尊塑像的艺术家叫做米龙 那么据说米龙就曾经是至少在运动会上得过两项运动会冠军的这样的一个雕塑家 然后呢 他又去雕塑了其他的这样一些运动健将的这样的一些雕塑形象 所以大家会看到希腊民族呢他们是真的以非常非常纯真很纯洁的方式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的身体 而且呢那个时候呢人们在参加运动会的时候啊 全部是次身裸体 他们是不穿衣服的 当然呢这也得益于希腊呢是属于地中海气候对吧 本来就很炎热 在于运动更热 穿着衣服就是束缚对吧 所以他们在上运动场的时候啊 就是全身满了橄榄油 抹上橄榄油 然后在太阳下就发出那种骨同色很亮的金黄的这样一个光泽 非常非常好看的身体的这样一个形象 然后他们都是这样刺身裸体 抹的橄榄油就上上了运动场 然后当他们打仗的时候呢 当然呢还是要穿着盔甲对吧 要保护自己 可是如果打仗胜利了 如果打仗胜利 他们回来的时候呢 凯旋而归的时候是要游行的 那么游行的时候 所有在战场上杀敌最多的这些英雄 他们会选出几个英雄 然后在游行凯旋而归的时候 他们站在那个马车的那个最高的地方 然后人们都在下面欢呼的时候 他们也不穿衣服 然后他们是脱下衣服 也同样在身上会抹上橄榄油 他们是真心的在炫耀他健康的身体 因为他有这样健康的身体 所以他才可以以一敌摆 他可以杀死很多很多的敌人 所以才会被人们所奉为英雄 所以大家会看到 在古希腊 越正式的场合 越是要凯旋 然后要游行 然后在运动会上得冠 然后最后拿去领奖杯的时候 因为都是他们在 努力地在炫耀自己的健壮身体的时候 他们都不穿衣服 所以就形成了越正式的场合 越不穿衣服 大家看和我们现在 现代是不是正好相反 我们现在当代是怎么样 我们越正式的场合 我们要穿得好好的 对不对 虽然有些女性的有一些礼服 玩礼服会设计的 可能稍微会露一点身体的某些 但是它是非常优雅的 然后是设计感非常足的 这样的一种设计味道的 它还是礼服 对吧 然后比方你去逛商场 如果你穿着拖鞋 穿着背心 或你刺脖子 如果你哪个男性 你上身不穿衣服 那你进商场都不会让你进去 你进电影院也不会让你进去 所以大家去看一下 这和我们现代 古希腊和我们现在是 完全相反的 这样的一个对于 看待人体的这样的一个 或者看待人的身体 或者说我们对身体的裸露 是完全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 好 那么这里呢 还有一句话 它叫做 神人同行同性说 好 神人同行同性说 什么意思呢 我们从字面去理解 神和人是同形状 同性质 好 希腊人真的是这样做的 比方我们在讲 希腊神话故事的时候 我们讲到宙斯 我们说宙斯很放荡 很放纵 好像似乎是天下男人 都所有 就是希望可以 可以拥有 或者更多女性 或者说是 可以这样的一个 在这个 在这个男女关系上 他一个 就是非常 可能所有男性 可能都希望自己 是能够有一个 比较自由的这样一个状态的 这样的一个 在希腊神话当中的表现 那么宙斯 实际上 是不是引射了 当时希腊人 可能希腊男人的 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好 那么我们说还有 在希腊神话的 这样的一个 表现希腊神话的 艺术作品 我们会看到 有很多的雕塑 有非常多的雕塑 那么大家会看到 这些雕塑 我们很少会看到 有人和兽的结合 它基本上就是 就是人的身体 在希腊神话里 为什么 因为希腊人会认为 人的身体就非常的健美 人的身体就是最完美的 比例关系 所以它把人的最健美的 最健康的 最健全的人的身体 赋予了神 所以就神和人是同样的形状 同样的健壮身体的 这样的一个表现 所以他们不会认为 神和人有那么大的区别 神没有那么大的权威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和其他的一些民族 包括亚洲 东方等等很多 比方说我们中国的图腾 中国最有名的图腾是什么 是龙 对不对 龙它是多种动物的结合 其实在很多民族的 这样的一个崇拜的图案 或崇拜的一些 这些很多都是人寿结合的 但是我们在古希腊 看到的非常少 也有 但是不多 大多数呢 就是神就具有了人的 跟人差不多的相貌和形状 还有同性 同性我觉得是同人性 比方说宙斯的放纵 宙斯的放荡 然后宙斯的妻子 赫拉很有名的 赫拉的最典型的情绪特征是什么 赫拉非常的嫉妒 对不对啊 因为宙斯有太多的情人和妻子 所以赫拉就是忙于嫉妒 忙于嫉妒别人的女人 好 大家去看一下 嫉妒是不是也是 也是人性里面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天性所在 所以说神人同行 同形状 同人性 同性质 同情绪 所以说希腊人 他把健全的精神 健全的人 赋予了神 赋予了神 所以就有这句话叫做神人 同行 同性 说 好 所以我们说最棒的人体艺术 成就于希腊人对人体的看法 那我们看一下 希腊人是这样子看在人体的 那我们现在当代人 我们对人体的看法呢 我们对人的身体的看法是怎样的 我们现在当代 我们会不会对人的最 非常健康 体魄的人 我们会不会有那么高的崇拜 当然很多人会说 我很喜欢看健康的身体的这样一些 不管男性和女性 对 当然是 但是呢 我们现在对于人体的看法 有没有像希腊人 他只是把健康 健所摆在第一位 我们好像没有 我们其实是没有的 然后我记得 其实在我们 在我小的时候吧 我经常听到父母和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做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对吧 好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对只是身体健康的这样的一个 健壮的这种体魄 我们不会说只欣赏它 我们会同时还对其他的欣赏 比方性格的欣赏 情绪成熟的欣赏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智商 这样的一个 从其他的 就是我们会对人的评价还有更多 但是呢 希腊人对于这样一个健康体魄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 在那个时候 其实是出以生存 因为我们打仗要打胜 所以这是非常符合于当时 希腊人的社会状态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且我们知道呢 后来呢 古希腊是被古罗马文明所取代 然后当古罗马人去到 占领了希腊雅典魏城的时候 他们清点了雅典魏城的 希腊人公 希腊公民的树木 以及希腊雕像的树木 结果发现他们两次一样多 就有多少希腊公民 居然希腊人就雕了多少的树像 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树木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 在那个时候的希腊艺术家们 他们有大量的人体 他们在随便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 包括玉场等等 他们会看到大量的裸露的身体的 这样的一些人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也不会觉得这样是羞耻的 这样 他并不觉得这样是 好像是害怕的羞耻的 会被别人抓起来 但是在我们现在当代是不一样 所以这也就是造成了 为什么在希腊的时候会成就于最高的人体艺术 因为他们真的非常宠真的看待裸体 他们对身体的喜爱是真的 真的爱 是真爱 所以这样在丹纳这位艺术家 他在艺术哲学里面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希腊人竭力以美丽的人体为模范 结果竟奉为偶像 在地上奉之为英雄 在天上竟之如神明 所以我们现在通过这一堂课的讲解 我们可能就了解到了 希腊人和我们当代人在看待身体 看待人体的这种建树之美 那么他其实和我们现代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到 希腊人为什么就创造出了 对于人体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高典范 因为在希腊之后 在希腊人之后 没有一个民族是这样子 以这样一种方式 以这样一种非常开放和自由的方式 去看待人的身体 在这之后再也没有 所以刚才我们在前一堂课提到的 邓肯这位舞蹈家 他最开始去创立了关于现代舞蹈的 这样一种光着脚去跳舞 自由自在地跳舞的形式 他其实最早就是模仿的古代希腊雕像 他从古代希腊雕像里取得了灵感 然后去创造了现代舞的这样一种 自由自在的身体的表达 好 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 今天我们通过对古希腊神话的了解 我们就看到了希腊人是怎么样看待人体 怎么样看待身体的 所以我们也会理解了 他们为什么会创造出如此辉煌的 这样的人体艺术 好 那么下一堂课呢 我们就会以最典型的 然后最棒的 或者最有名的一尊雕像 也就是威纳斯雕像 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 希腊人的人体艺术 是怎么样走上了人体艺术的巅峰 好 谢谢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